原标题 朕鸟曾是毒王 可是后来为何被批方取代 只因这三个原因有个成语 叫做饮朕止渴 意思是喝毒酒皆渴 基本等于自杀 所以 朕在历史上 自古就是剧毒的代名词 而且镇毒还是人们寒之色 变得一种毒药 被誉为是杀人之王 但可惜它最后却绝技了 取而代之的 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披风 那么 为什么镇毒突然就消失了呢 其实有三个原因 下面小编就来给您揭秘 本门所有图片 全部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 如侵按您的权利 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 图片与内容无关 请勿对号入座 镇毒来源于一种毒鸟 叫做镇 根据尔雅印记载 镇似婴儿大食毒蛇 七神医者时 食皆狂烂 饮水处 百重西之皆死 所以可见 镇专门捕食各种毒蛇 哪怕是有剧毒的眼镜蛇 都会成为镇的盘中餐 所以久而久之 镇自身也就 充满了剧毒 比如他的粪便都能俯饰石头 他去河边饮水 在他附近喝水的动物都会被毒死 因此 古人就捕捉镇 用鸡羽毛泡酒 然后就变成了剧毒的镇酒 比如 汉高祖刘邦的妻子吕后 就是个善用镇毒的高手 在刘邦死后 刘灵既飞为汉贵帝 所以 吕后为了让汉贵帝坐稳皇位 就将赵王刘如意诱骗到长安 然后赐他一杯镇酒 将其杀害 还有患汉的王莽 也患用镇毒 比如 他杀死汉平帝刘卡的时候 就是在酒中下了镇毒 毫无防备的汉平帝一眼而尽 没多久便一命无辜 然后 王莽就立了傻皇帝子应 其实在春秋时期 镇毒也十分流行 比如 晋献公的一位妃子 叫做黎姬 就差点用镇酒 将太子身生杀害 幸亏被晋献公识破 若不然身生也死得很难堪 另外 除了他杀之外 还有自杀 比如秦朝的吕不韦 就是以镇自杀的 这种镇毒无色无味 喝下去 除了眼 头好像被烫了一下 基本没有痛苦 可是 具有一个最厉害的地方 追魂夺命在转结之间 既然镇毒如此的厉害 可以杀人于无形之中 那么 为什么后来就被披装取代了呢 小编分析了一下 主要有这三个原因 第一 镇鸟灭绝了 因为镇鸟能制作镇毒 所以在古代 这种鸟可以卖个好价钱 因此 也就有很多人去捕捉它 镇鸟本身 就是一种稀有的物种 不仅数量极少 而且繁殖率也很低 所以 很快也就灭绝了 第二 镇鸟进化了 这里的进化 只淡的就是物竞天择 试着生存 因为镇鸟中有捕食毒蛇的 也有不捕食毒蛇的 而捕食毒蛇的镇鸟 因为可以制作镇毒 就被捕杀殆尽 所以 只有不捕食毒蛇的镇鸟 能生存下来 并且将这种基因性状传递到下一代 导致最后生存下来的镇鸟 也就没有毒了 第三 制造镇毒代价大 镇鸟浑身是毒 别说被咬一口 或者被抓一 假 甚至吸入了镇鸟呼出的空气 都有可能中毒而死 所以 在捕镇制毒的过程中 常常会让自己丧命 而剧毒的砒霜 则是由自然间的矿物质 所以制作起来 还简单辩解 不会伤及自己 由此 小编不由地想到了一句话 害人这中害己 很多古人本想用镇毒去害别人 别人没害成 自己却因此而丧命 所以说 害人之心不可以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